他有一次就拿起大笔来 就写了超大张的字 写了几个 然后呢 心情舒展了 从那一开始他就喜欢写大字 王中林老师 然后我曾经在有一次 他办了一个叫书法道 书法道 我们说书法 过去有一个统称的 就是书法 书意书道三大阶段 他不管 他就说书法道 书法就是我的道 其实就是书道的意思 然后他就办了那次 大展在杭州美术馆 老师有去看 很幸运刚好回到杭州 去看老朋友 然后就 诶 刚好展览 我们就过去看 跟王东伦老师合照 我儿子也跟他合照 那当时的作品很震撼我 高度6米5 你们对6米5什么概念 这个当时的高度有6米5吗 有什么啊 差不多 差不多6米5 那杭州美术馆的高度 比6米5还要高 那6米5的作品 横向的 横向的像这样的是 Piece Cake 6米5高 横向这样 Piece Cake 他就展了将近15件 其中一件我最震撼的是 宗子的逍遥月文 他草书每个字都很大 然后中间有个洞 照片上 说王东伦 因为他身高也大概175 站在中间空白处 远远看 他那个人就是一咩咩 你就知道他们的作品有多大 逍遥游 然后现在被中国美术学院做永久的典查 你们可以上网查 王东伦逍遥游 就可以看到这件作品 很震撼 然后那次表现之后 大家都以你为望 认为说书法到达了一个高度 意思是说字写到那么大其实很辛苦 好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他可以把老子 庄子背在脑袋里 不是那个内容而已 是草书 因为他写草书嘛 他把草书完全背的滚瓜烂熟 然后直接不看任何内容 只是稍微描一下 然后开始一直写这些 他曾经抄了老子全文 庄子什么油什么油 这样都一通一通的写 然后我都很震撼 我都很震撼 因为有些作品 他可能要写 这个长度 我认为可能有好 好几百公尺都有 然后展出来 我们看了大家吓到 这个任何人都打不到的 那个部分 高度又是五六米 然后长度是无限长 你怎么写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只能说超震撼的 然后后来呢 最近这几年 他开始从他的书写当中 竟然总结了一个感觉 如果 如果因为当代有一种做法 我不想各位没有听过 叫做Photoshop 或者是视觉的一种处理 影像处理 我们把人的照片 比方我举例了 这是我的照片 然后透过呢 这一张图底 把它放上去 里面不是图片的底 而是各式各样的小印章 那么碰到这个脸的眼睛 头发黑的地方 印章那个地方就呈现不清楚 就是不是很亮的那个暗示 结果整件这本看起来 远看的是我的照片 近看是好多印章 这样理解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视觉的一种最新的结合技术 然后王东宁当时应该看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甚至于我们台湾的书法家 有一个叫黄长明 也曾经用过这样来做作品 然后甚至在韩国的当代艺术大展获得最高奖 这就是我们当代人应该怎么去面临当代科技 然后能够有机的融入 造成一个新的可能 他在这种刺激之后想到 如果我在建作品 眉眉眼看 眉眉眼看是个画面呢 是个山水呢 那又是怎样的光景 可不可能 开始的话就把笔触 书写的时候 故意的去聚在一起 可是每一个字都可以辨识 草法绝不了草 就是草法的符号都是标准的 然后用聚容的目标 跟留白的地方刻意的 写着写着就刻意留大留白 写着写着的故意把这个线的纸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圆眼看过去 草法已经很难辨识 可是呢会有很多留白 跟寂寞的地方 那他把它成为乱书 这还遭到当代艺术的批评 我说这当作乱书有点奇怪 如果要作为经典流程不好听 为什么不叫做新像书呢 或者什么什么 他们就举了很多的建议 但我觉得人家要这样习惯你什么事 对不对 总之乱书是他取的 台湾其实也有乱书 但是不叫乱书 叫做乱影书 怎么做呢 你去用黑色的写内纹 那内纹你要少 再用红色的再写一次 在同一个位置写过去 然后你会发现 某些线条跟某些线条 因为熟嘛 那两个字颜色不一样 可是会贴近 就形成影子分离的感觉 所以叫乱影书 当年在 这个我推测了 1990年 80年左右 黄壮伟老师有玩过 那时候他很传统 他有玩过这个乱影书 专辑也曾经有印出来 但是没有受到发展 就是他做了一下 潜尝集取 但他毕竟蛮传统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这样 就发现他有一个很新的一个突破 那这些故意留的摆 反而在这张作品里面 形成一个不错的 所以他就有人说 他是向现代当代艺术靠的 那么可不可以称为当代艺术 就好不要称为书法 因为他破坏了书法的这个解体 脏法什么什么的 就当代艺术 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 因为他的每一个草法都可阅读 如果你明白那个草法 你很熟练的人 可以把他一个一个字 把它给抽出来 告诉你每一个字草法是什么 只是没人能够做而已 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击少的 给你很高的评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